在这个地球上真的会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没有拖延症的人吗 就是他什么时候都精神饱满的 马上想去就吃完饭 然后开心的就所有的碗筷都清理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没有吧 我觉得可能没有 好吧 所以呢你也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那我就跟你一起来清理我们吃完的残根剩枝 也许可以一起陪你做家务呢 那我们开始吧 看到我手上有两个刷子对不对 而且是不同颜色的 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有洗碗机吗 不是所有的活都是洗碗机机器人做吗 你拿刷子来干什么 对 洗碗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那些油腻的东西啊 然后呢就是把开始我们吃的这些晚上刮不掉的这些东西洗干净 然后呢进行高温消毒 高温蒸汽消毒的话会非常有效的遏制这些盘子或碗上面的这些病菌 特别是在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的特殊的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小朋友带到学校去的吃的中午的午饭盒子又从学校带回来 是从另外一个环境带回来 那可能有可能啊上面就会有一些病菌啊或者是一些细菌 所以我觉得洗碗机最好的就是它可以高温消毒 让你安整无有 但是呢你如果说像一些碗和盘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污秽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剩菜粘在碗盘上面洗不掉 特别加上我们这个中餐家庭喜欢吃一些调料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在你把碗放入洗碗机之前 你要做一轮初步清少工作 那我就用这个白色的刷子 这个白色刷子呢我就告诉自己和家人 若是他们来把碗放到洗碗机的话 就会用这个现在碗的表层刷一遍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剩菜和这些 我们看到调料这些辣椒啊干嘛的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再放进这个洗碗机 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洗碗机堵塞 从而呢就是减损这个洗碗机的寿命对不对 那这一个蓝色的刷子是哪来干什么的呢 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有把手的这种刷子 因为呢它可以让你手啊 其实可以不沾到油污 有时候甚至你不戴手套的话 你都不沾油污都可以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抓起来的 这个蓝色刷子呢就是我用刷水槽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刷水槽 然后呢水槽经过了这种油腻的这个清洗呢 肯定会滞留在表面上一些很难刷掉的油渍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塑料的这种刷子就特别的管用 千万不要用那种钢的刷子 因为钢的刷子其实会对我们的水槽表面构成一种伤害 所以呢我就用这两个我的得力帮手来帮我清洁碗筷啦 特别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颜色来区分 因为这个呢白色的我就知道是刷一些碗盘的 而这个有色的蓝色的这个呢是刷水槽的就不会混在一起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你甚至不用洗碗筋 你就用这个白色的刷子轻轻的刷一些不太脏的碗盘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放回厨柜去 好了我希望今天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能够好好的在你舒适干净的家里享受生活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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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